蓝色大鹽葱吃东北酸白菜锅 又或是配上麻辣汤底的鸳鸯锅 这冬季好料平均一天就能卖上30锅 而灵魂角色当然就是酸白菜 豪气的剥掉外叶后剖开 一层层仔细撒进盐巴 接着马砂鸡让白菜出水 老叶外叶都不要了 为什么其实因为还是会有农药 加入洗米水后冬天咽上40天 酸又脆的白菜就能入汤 其实我整只的鸡骨架 都是被已经熬到化掉 不油腻 然后也很顺口 花椒辣椒再加上近30种辛香料 拌炒三个小时 这红通通的香麻带辣 更是老板娘特地到四川重庆学回来的 辣它是上火的东西 酸白菜它就是退火的东西 那你如果说吃肉吃太多 它是酸性的东西 然后酸白菜它是碱性的东西 不仅汤底自己熬 就连火锅料都是手工制作 现煎蛋皮再包进馅料 不到一分钟金黄蛋饺就完成 坚持用黑猪后腿肉 手工捏成一个个丸子 下锅油炸20分钟就起锅 黑毛猪肉它的口感 比较没有那么色 37岁的老板娘原本是电子业的 千万王牌业务 却觉得与其一直帮公司赚 不如用父亲的好味道 开店帮自己赚钱 却不是一开始就顺利 那时候每一天 就这样两桌三桌五桌 两桌三桌五桌 员工也不敢请多 时间到冷气就关送风 惨赔四个月 就靠着对食材的坚持 渐渐累积客人 在巷弄内的东北酸白菜锅 成了冬季火锅预约名店 东森财经新闻 邀请两立台北重新报道